吃足三年死貓,謝賢自豹為宣傳造戲刮真缸 你不要在我面前耍東西 還有,這裡不說這 我昨天… 昨天… 什麼話? 你說過什麼? 我說過什麼? 我說過什麼? 沒有說過話 相信大家都對這幕謝賢路掛真缸印象深刻 但原來實情是… 當事人之一的謝賢 前晚出席晚宴時心情敬禮 接受訪問時有問必答 他還帶爆2015年出手路掛真缸 其實只是他們宣傳伎倆 事前大家已經有共識 四哥還帶爆原先想由胡鋒出手 只是怕他口疾疾無人信 最終都是由四哥代為出手 雖然事後覺得非常過癮 但是又成為眾矢之的 吃足三年死貓 哇… 鄭珍哥 你不肯嗎? 還是怕? 神經病… 我現在不太好朋友 那時候只是演戲而已 哈哈… 我… 叫他迷糊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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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最近是專程工作的 哈哈哈… 他自己也都做的 他其實是想做的 既然是一隻手褶… 那個…那個…那隻眼睛 他一直按著 真的看不到 因為這個人是魯差骨來的嘛 魯差骨 啊… 是這樣的 放你上台 當然放我上台 你知道我的人沒有所謂 我很威風的 整他一巴掌 真是挺過癮 過癮了 我心裡不過癮了 每個人都罵我 真是挺可憐的 做了什麼壞事 你是不是又和珍江喝茶 我怎知道喝茶 我請他吃雪糕 吃雪糕 打完他那晚 我下班後 做一杯雪糕 吃冷了一點 因為這個很可憐